一生走遍中国 我现在在寒城市 这是在座桥上 玉秀桥 桥下是聚水 前面是座古城 寒城古城 带带传习 古城的一面临水 另三面是山 山水环抱 一手难攻 地势非常的好 古城的南门 寒城门 旺城 温城上的门楼写的 普比寒城 进城 城啊 大体城 长方形 南北长一千米左右 我现在走的是 南北主干道 东西宽呢 八百米 两边的很多巷子 吴家巷 古城啊 始建于随唐 以前呢 是土著城墙 明代的时候啊 改成砖切 城里的古建筑啊 比较多的 是全国保存 较为完整的 六座明清古城之一 这有幅古城的大图 我是从南城门进来的 标了城里的古迹 吉家大院 城家大院 谢家大院 庆善寺 文庙 东营庙 城隍庙 九郎庙 北营庙 状元楼 县崖 西城门 北门外面 还有座塔呢 金塔 正视频 那这样拍呀 沿着主街走 先去状元府 再去城隍庙 和九郎庙 城里啊 有个美食街 在美食街吃羊肉 湖泊 状元府 到了 这是清代西北地区啊 唯一的庄园呢 进府 门票三十 它这个门票设计的相当不错呀 后面有导览图 路口 展示 大叶 状元楼 王杰 1725到1805年 这里是清乾隆年间 状元王杰的居住地啊 由八个院落组成 布局巧妙 建筑里面啊 展示的是书画 共有三百多幅 是明清到民国呀 韩城的名人啊 所画的 最中间的建筑啊 就是状元楼了 市集 终点 文宝道 继续沿着主街走 主街呀 是龙的形状 我一开始走的 衣袖桥那里 是龙尾 这个是龙身 两边的巷子啊 是龙爪 另一头的塔 是龙头 比较形象的 到古城的中间了 城隍庙 从这边进 城隍庙 正好遇到一个旅游团 威名门 德心殿 也叫 后县殿 韩光殿 是庙的寝殿呢 刚才那个是正殿 这个殿呢 还有狗啊 这个殿位于正殿的后面 前殿后寝 民俗园 出城隍庙了 北门的塔 金塔 龙头的位置 那里啊 就不上去了 九郎庙 没看到庙的路口 现在中午了 去吃午饭呢 返回主街了 刚才走的小路啊 这是正路 有九郎面的介绍 赵氏孤儿的发生地 九郎啊 就指的赵氏孤儿 九与旧 谐音 俗称 九郎庙 这里啊 也是司马迁的故里 也是 李渔月龙门的发生地 到美食街了 羊肉湖泊 做好了 羊肉 白色的就是湖泊 就是把饼啊 切成了饼丝 泡到里面煮 湯里啊 加了辣椒 下午啊 坐火车去 祭山县的 已经买好票了